我想知道其實你入行多少年? 我入行28年 哇 時間很快 是啊 時間很快 我也不知道怎麼過這20多年 你是無線訓練班? 不是 我是演藝學院 我86年入學 讀了90年畢業 讀了4年 之後91年就開始入無線了 其實我最近發覺在演藝學院 畢業的同學是很有作為的 你最近看到很多成名、紅星、拿獎的 很多都是演藝學院 你懂得嚇人嗎? 我覺得是第一次拿獎 我們恭喜你 你是含著《他媽的葬禮》 其實不是說錯誤的 是說她媽媽的葬禮 那個舞台劇是拿到最佳女主角 是呀 恭喜 謝謝 其實舞台劇和電視劇 你覺得哪一方面你比較喜歡一些呢? 其實我是一個挺懶的人 所以我喜歡電視劇 多一點 為何懶呢? 因為不用排 排的程度 不是我們 譬如我今次做《他媽的葬禮》舞台劇 做完又不用記住那些台詞 但是舞台劇 那些台詞記到 我做夢都要記住 你現在是不是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經常有空想想 我看有什麼不記得 逐少逐少不記得 但我現在還記得大部份 我想知道這個《他媽的葬禮》 是有多少人主演的? 其實有六個演員 它英文名叫做 是一個英國翻譯 其實是拿了獎的 這個劇本 英文名叫做 《The Memory of Water》 《The Memory of Water》 是的 講的是水是有記憶的 但是水的記憶呢 它連接回我們 譬如整個戲 六個演員 我們有三姊妹 那三姊妹就是我 劉玉翠 還有另外一個 是我們的師妹 是舞台劇演員 叫王晴欣 然後就回到媽媽的葬禮 但是這三姊妹 各自 由小到大都分 很detached 感情分得很開 跟媽媽關係又不好 跟爸爸關係又不好 所以就趁這個葬禮 大家一次過 就講完大家心中的不滿 對媽媽的記憶 對大家的 所有的情緒都發洩在這個葬禮裡裡 另外還有兩個男生 就是莫家瑤 莫家瑤做我老公 他都不聽過他的名字 是啊 莫家瑤是師兄來的 我們這次全部演藝 這次全部演藝是學院人 另外一個要彭鎮男 就是做劉翠的情夫 很有趣的是黑色喜劇 是黑色喜劇 是黑色喜劇 那你的角色能不能演藝呢 其實 我其實覺得 都不是容易的 因為 因為我的角色是說 我有些神經質 還有 我很 blame 別人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媽媽臨死的時候 她是由我照顧的 那我兩個妹妹 就不知母美飛堂 不知去了哪裡 然後 然後葬禮很辛苦 叫她們回來 一起參加葬禮 所以我就罵 很多東西投訴 什麼東西投訴 什麼東西投訴 所有東西都是 所有東西都覺得自己很可憐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送給 青春沒有了 沒有了 那我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們說很英俊 因為我一個妹妹是醫生 老翠做醫生 另一個妹妹就不知道 做什麼 周圍 瘋瘋瘋 又不知家 所以我就不斷罵 整個戲就是 一直在罵 很多很多很多對白 嘩 這個其實很難演 對於我們來說是難的 不是 第一 要夠忠氣 因為你長長都罵人 你說得很適合 因為我們還不帶咪的 那個台 那就是要夠忠氣 要夠忠氣 罵了幾場 罵了14場 而且你的舞台 一個多兩個小時 兩個多小時 她還是主力那個演員 發停罵 對 有哭有罵有哭有罵 這樣 對 都挺辛苦 很累 有沒有瘦到 有沒有瘦到 好瘦 我真的很慘 我現在肥了 我那天拿獎 幾位肥 但我那時還沒有跟她很瘦 因為我自己有黑二簡肥之餘 天天這樣排 天天用那麼多能力 去罵 去走位 其實是瘦得好 很傷的 很傷的